我记得我57年第一次到杭州 我们这个生活 跟他们成定的生活是天洋地下来 那个时候都想去城市 我爸就说你能干什么呢 你以后像我们一样当农民吗 我找了三个城市人都不要了 你一个女儿来开那样打这么 肯定技术不得心嘛 你不知道被人瞧不起是这样一种颜色 你穷了之后你连他理想都没资格 我真的不想看到有的那么在乡 我们现在上那么辛苦 我说我当年的平坤夫 该也都好 我妈哪怕就说 生的再多得生个人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对这种旅行的这种偏见 我说不管再可再能不能坚持下来 这种偏见的为我儿子好 也为我的老人好 我可能没见我爸爸妈妈一面 也就意味着我会少见他们一面 待在湖南有二十来年了 心里面想着还是要回到家乡来 我所走过的路 我一定要留下我这个教育 说明我来过了 这一辈子没有白活